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初發新功德品 我們這個初發新功德品 是在十柱位 十柱位是在哪裡 十柱是有信心之後 就開始進入十柱 這是菩薩行的非常清楚 確定你已經有位置 有位置 所以我們有時候說 我去參加一個活動 有邀請我去嗎 我能去嗎 你可以去啊 隨緣 可是雖然隨緣 你還是不確定 可是發一個位置給你 你的位置在第二排第三格 你一定要來 你會不會來 一定要來 要不然空在那邊 一看就知道這個沒來 對不對 所以呢 菩薩行呢 如果這個位置裡面 確定有你的位置 你一定 原來我真的是 有責任 我一定要有擔當 那在這個修行的過程中 你就會更確定 所以十柱呢 就是這個十個階段 就對於你發心 發菩提心 這件事情 百分之百的肯定 我就是一定要發心 所以這個初柱叫做 發心柱 就是發菩提心 那發了菩提心之後 在接下來呢 就告訴我們說 出發心 集成正絕 就是你確定發菩提心 你一定可以成佛 一定可以成就佛的功德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佛陀的一種教導 那這道立天公的這個天主啊 這個地式天 他就問 他問說什麼 他問法惠菩薩說 哎呦 出發心真的這麼厲害嗎 所以他問 菩薩出發菩提之心 所得功德其量幾何 一般人都要問 效果如何嘛 是不是 那如果修行說 有修就好 不要問效果 通常我們都很難 繼續持久 就是因為呢 越修越有效 是不是 越修越有效 有的人就發財了啊 有的人就 哎 脾氣變好啦 有的人就身體變健康 有的人就注視順利 那有效了之後呢 他就會覺得 哎 好像 這個修行真的讓他 各方面都變好 可是相反的 如果都沒有效呢 越修呢 眾叛清理啦 妻離子散啦 大家通通都反對啦 你可能在這個發心的過程 你就會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 那麼強的動機 那所以這就是要 很清楚知道 我們到底 為什麼要發心 然後發心之後 他的一個 什麼效應是什麼 所以這是天地啊 來問 來問法會菩薩 法會菩薩呢 在這個 回答這個問題 他這一品叫做 初發心功德品嘛 所以他就來談 這個功德 那在談這個功德的時候呢 他用七個 從七個段落來談 第一個就是 講到天王 他來問 他來問 第二個呢 就探聲難說 法會菩薩先讚叹 說這個法不簡單 很難 不容易 不是我自己一個人就能講的 所以我現在來講這個法 不是我自己的知見 不是我的意見 也不是我的經驗 是諸佛菩薩的經驗 所以他講 探聲嘛 不容易說 那雖然不容易說 可是呢 我是藉由 什麼 佛的經驗 藉由佛的加持力 佛的智慧 然後透過我的嘴巴 講出來 所以 我不是只有講一個人 也不是講這個自己 單獨的想法 而是這是一個通則 所以呢 接下來就談 這個如果一個人 他初發心 發了菩提心之後 他的效果是什麼 所以這跟我們在座 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 因為 成佛是誰要成 是佛陀自己的事情嗎 那我們來幹嘛 我們是來跟他拍拍手嗎 是不是 我們來拍拍手 我們的 這個力量也很有限 佛不是靠我們支持他 他成佛的 可是呢 這選舉是要靠大家的支持 他才會當總統 對不對 那是佛呢 佛當佛 不需要靠大家 好 那所以呢 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看到佛陀他講什麼 佛陀講 一切眾生都能成佛 好 那如果一切都能成佛 那我們為什麼不能成佛 那一定有原因 好 所以我們來學佛 就要知道那個原因 那知道那個原因之後呢 看到佛的一個典範 佛的這個事蹟啊 我們在生活中一對照 你就開始可以知道 有發心跟沒有發心 他會有不一樣的力量 也有不一樣的方向 所以下面呢 就用辟喻的來告訴我們 出發心 那這是我們上禮拜呢 講到什麼 講到這個 有什麼批喻 這個批喻呢 就有十一種批喻 所以返惠菩薩呢 接下來就講說 這個是很不容易解釋的 就是發心啊 菩提心很抽象 但是呢 如果一個有發心的人 他後面 我們怎麼知道他很發心 就看他的行為啊 看他說的話啊 看他對事情的看法 你就知道 他是有發心 或者是他跟大眾眾生的態度 他的人生價值觀 都會不一樣 所以下面呢 就有一些指標 那這個指標呢 就是法慧菩薩說 我現在依據 諸佛菩薩的智慧來說 那一開始呢 是做批喻 是不是 這個批喻呢 有十一個批喻 他先舉一個批喻 我們上禮拜講到這個 有十一個批喻 第一個叫做 利樂眾生慾 這個利樂眾生慾 就是我們都希望呢 能夠利益一切友情 但是 這個利益一切大眾呢 這常常都 對我們大眾來講 我們要先怎樣 西方有一個心理學家 叫馬斯洛 這馬斯洛呢 他說人喔 有一些基本的需求 那 這個最基本的需求 就是生存的需求 是不是 衣食住行 你要先 先夠批喻 在哪 夠批喻 所以各位 你來夠批喻 是因為你現在已經怎樣 已經夠好批喻 是不是 你如果說 哎呦 我這個 這個已經都走不動了 那就連生活都有困難 你基本上沒有什麼心情來學習 所以我們要基本的衣食住行 然後 沒有掛愛 那基本上呢 這個有一點福報了 接下來呢 你就想 啊 那我的 這個人際關係啊 有伴關係啦 乃至於我們的 這個 平常的 這個 生活當中呢 身邊的人 也能夠照顧好 好 那保持一個良善的互動 這是接下來嘛 就有愛的需求 然後再來呢 可能發展事業啦 發展你的人生的夢想 我這個夢想就是在全世界開四季酒店 那我的夢想呢 就是以後呢 可以當一個藝術家 就是有很多的夢想 那這是 再來就是叫做自我實現 然後到最後呢 這馬斯洛到晚年的時候 他要 他要 往生的那一年呢 他說 除了這個自我實現之外啊 其實人生還有一個靈性的需求 就是 我要超越自我 那超越我們現世的 所謂的 你的期待 所以 這個其實是 人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去 去完成你的夢想 但是一開始呢 有的人 一開始 他的動機就不是為了討生活 好 那我 我為什麼會 奇怪 我怎麼都跟別人不一樣 別人說 哎 我只要好好讀書 到最後呢 有工作 可以溫飽就好 可是你發現 哎 我好像不是只是要這樣 我不要只是日子可以過就好 我還要問 到底 我為什麼 來到這個世間 那我來這個世間 能做什麼 好 為什麼我會遇到這個人 我在他的生命當中 會 能發生什麼影響 好 這時候呢 你就開始呢 慢慢探索 你自己的定位 那這個定位呢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這個世間當中呢 你在尋求你自己 對於自己 對最終極的定位 就是你希望你自己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或者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在尋尋覓覓的過程中呢 哎 就有一類的人 他就是發菩提心 什麼發菩提心 他说 我不只要 讓自己能夠舒服 我還希望 盡自己的力量 能夠 利樂一切的大眾 为大眾呢 哎 謀福祉 好 那對大家好 有時候是因為天性善良 好 有時候是因為另有目的 對不對 我對你好 你就會對我好 好 這樣我做生意比較方便 好 不求任何的回報 他就是希望 哎呀 我如果身邊的人都能夠幸福快樂 我就很滿足 那這樣子的人呢 就叫做菩薩 有菩薩根性的人 那有菩薩根性的人 哎 我們就來做一個比較 一樣是一個善良的人 一個是有利益的人 那佛陀在《华言經》裡面 講的對象就是這種 我就是 不管自己過得如何 我希望一切眾生都能夠離苦得樂 好 不管我現在做到幾分 我都有一個這種目標 有這種心願 那這樣子的心願呢 實踐的方式有很多 有很多方法可以達成這種心願 所以有的 這個企業家呢 他就會說我來 這個成立基金會 有的人就說可以去做一些 救濟 那有的是來辦學校 有的是來蓋醫院 所以這些方法都是利樂有情的方法 所以他這邊就做一個比較 佛陀說最關鍵的就是發心跟沒有發心來行善 他有不一樣的效益 所以他先講 假設有人以一切樂趣 樂趣就是讓大家快樂的工具 透過這些方法 來讓一切眾生 供養東方阿森奇世界所有眾生 精於一節 所以先滿足他的生活的需求 然後接著教導他行為的規範 教令持五戒 禁持五戒 不做壞事 所以我們說這個我們以前說什麼 每次去學校呢 一進學校就會看到四個字叫做 禮義廉恥 有沒有 好像那個就是一個口號 但是現在你看不到的時候 你會發現禮義廉恥 已經不是規範我們這個社會秩序的基本綱領 那我們誰來規範我們這個行為 就變成個人主義 所以現在這個社會 大家就是自己覺得有道理的就會去做 沒道理的呢 就不會去做 沒有共同的綱領 那在佛法的領域當中呢 佛陀他觀察這個世間 怎樣的共同的規範 共同的行為 可以讓大眾得到最大的幸福 所以佛陀呢 觀察這世間 只要所有的人都遵守這五條戒律 這個世界就是幸福 不殺身 不偷盜 不邪淫 不亂搞男女關係嘛 不妄語 這講話呢都非常的正直 那沒有這些 這個什麼妄語啦 互相欺瞞 然後乃至於不饮酒 大家都保持一個很有智慧 很有禮節的方法 有節制性的生活在 在這個形式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讓這個社會呢 達到大同世界的這個境界 但是問題是 你要教 在這個時代 要叫人家去受戒 去持戒 你光是聽到戒 大家的心就先排斥嘛 是不是 我好好的啊 我為什麼要綁手綁腳 所以 其實我們要從觀念上去開導 讓大家都能夠自我規範 這個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如果有一個這樣子的人 他能夠 不但是 養活大家 讓大家都快樂 身體感到快樂 而且在這個行為上 又能夠呢 哎呀 能夠修行 修持戒法 得到身心清靜 而且不只是東方 西方 南方 北方 通通都是如此的話 那這個功德是不是非常殊胜 我們上禮拜講到這個嘛 他說 這是不是功德很不得了 說的確 是不是 這是太不簡單了 要讓所有的人都能夠呢 身也安定 然後心也能夠富足 那這是一個理想的社會 好 那天地就回答說 這個功德呢 只有佛能知啊 那我其實啊 連我們這種层級的 是不是 刀立天 最多就是什麼 人就是時尚為陰 就在這個 我的這個環境 可以過得很好 但是呢 除了我這個環境之外 這天 天功 常常會下來巡視人間 有沒有 他看到人間 你看 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就是天打雷劈 為什麼 因為他也會生氣的 是不是 看到大家在那邊亂來 他就會派這個雷公 來打我們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他要打 因為他覺得實在是 如此不可教也 所以他能夠發 能夠 這些天龍八部 會來供養佛 常常其實 不一定是因為佛真的很厲害 佛自己修得怎麼樣 你一個人修得怎樣 那就是他自己個人厲害 但是他能夠呢 教化一切眾生 讓大家都變得跟他一樣厲害 這才是真的厲害 是不是 所以你要規範自己 很簡單 你要規範別人 那就要看 各憑本事了 所以我們在修行的時候呢 你要修自己 很簡單 我自己一個人 我可以決定 我會不要來聽課 可是你要去勸一個 沒有想聽課的人 或者是勸 這個需要聽課的人 是不是 我們常常聽到很多 居士說 師父 你這個話 我家那一個真的很需要聽 可是問題是 該聽的都沒有來聽 有沒有 所以你要怎麼讓 該聽的來聽 這就是不容易 那這個 誰可以辦得到 佛陀可以辦得到 為什麼佛陀可以辦得到 因為他有一個 跟我們不一樣的方向 我們是看事情 而去做事 是不是 我們遇到這個事 不經一事 不長一致 我們遇到這個事 然後我們學到了 這方面的知識跟經驗 我們遇到這個人 我們才認識這個人 才了解這個人 怎麼跟他相處 所以我們花了一輩子的時間 就在摸索 跟這個人相處了 十年二十年 才慢慢 原來他是這個樣子 那跟那個人相處了 哎呀 原來這件事情要這樣做 就是一直失敗 然後最後才慢慢 摸出一條成功之道 是不是 我們是透過事 歷練 然後讓自己增長經驗 佛陀沒有 佛陀一開始 就很清楚知道 我要做什麼 是不是 所以他說 佛陀的這個生命 他是有計畫的 什麼計畫 他來到這個時間 他要度眾生 他已經先想好 我要怎麼去實踐 我們是什麼 我們就是 哎呀 你為什麼出家 因為啊 上一次有跟大家講 那個上禮拜 是上禮拜 跟去一個 那個二手書店 十年前去了一次 然後十年後又去一次 那結果呢 剛好 就是二手書店 那個 那個電梯一開 老闆就坐在那邊 我不知道他的老闆 然後結果老闆 看到那個電梯一開 出現一個出家師傅 他說 哎呦 下面更勁爆 他說 哎呦 這麼漂亮的尼姑 為什麼要出家 真可憐 神愛你 然後就唱那個聖歌 給我聽這樣 然後他就很好奇 其實那是他招呼客人的方法 後來他就跟我說 那個許淳美來 他也是說 漂亮的小姐 你學活嗎 是不是 所以 那是他招呼人的方式 那你看 他一開始 就怎樣 就對你有一個設定 我們大部分的人 你要出家 是什麼原因 你要修行 是什麼原因 你會來接觸佛法 成為佛教徒 又是一個什麼原因 他都有一些 經歷而啟發了 你某些善根 可是佛陀 他說 不是哦 我們應該要怎樣 我們應該要先 先把我們的目的 先看清楚 我的目標 好 目標看清楚 你才不會 哎呀 都是 一切都是隨緣 隨緣就亂走路了 是不是 你這條路 你要走 走到哪裡去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誰 然後遇到那個暴露的 他怎麼報 我只好聽他的 是不是 那你就很難掌握你的方向 很危險 所以佛陀說 你一開始就要先 怎樣 先清楚你要做什麼 所以 所以他做事跟一般人做事不一樣 他先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就是先確定 我要 我要怎樣 我要成功 是不是 也不是隨緣成功 我一定會成功 我一定要成功 只是成功的方法 他有一些過程 那如果沒有 這個目標 那你的成功就很危險 因為掌控在他人的環境 天时 地利 人和 要掌控在他人的 的這個手上 那很有可能 你就不會成功 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 菩薩要發心的時候 佛陀一開始就先講 發菩提心 十柱位才剛剛開始 他就叫我們要發菩提心 他為什麼不要等到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 菩提心已經很 很具足了 就說 哎 你來發菩提心 就 就不困難了嘛 教化不會那麼困難 但是最困難的是什麼 各位 你們都不難度啊 是不是 大家都很有善根啊 自己就會來學佛啊 是不是 自己在網路上搜尋 哦 我要來學佛 就自己來了啊 自己送上門 這一點都不難度啊 最難度的是那個 所以 各位 每個人 生命中你都有那個難度的 對不對 你想渡可是都渡不動的 常常呢 想到就搖頭 叹氣 是不是 那就是我們這一生的願力啊 那個願力要怎麼樣讓他從 完全不發心 然後變成發心 那這就是挑戰 所以呢 法慧菩薩就說 你看 你要叫一個人 去修行啦 去受戒啦 好 你可以 你就找那個 本來就想要受戒的 你就很有成就感 對不對 好 但是呢 你要去讓一個 不修行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要修行 也不發心的人 要讓他去 受戒啦 去學佛啦 欸 那就有點困難了 更何況 更何況他講 齒人功德 前面講叫人家去修行啊 欸 他有 雖然有困難度 但是還是 有一點機會 好 叫他自己修 你也可以叫 好 你可以一個一個 慢慢慢慢去度 但是呢 齒人功德比菩薩 出發心功德 好 你要讓一個人 發說 好 我要成佛 我要像佛一樣 我要能夠呢 生生世世都行菩薩道 太不容易了 好 是不是 齒人功德比菩薩出發心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百千万分不及一 等等等等 都不及 所以這邊呢 就可以知道 佛為什麼在 這麼多人当中呢 他會脱颖而出成佛 我们也修行啊 我们也跟佛一樣啊 也经历生老病死啊 是不是 也來修 也來出家 甚至於呢 各位也在這個地方 很精進 很認真 很用功 可是我們應該要去想想 那為什麼我這些都做了 可是為什麼 没有像佛陀那樣子的效果 是不是 一样 全都是人哦 沒有人比較聰明 或比較笨啊 是不是 那佛陀也是跟大家一樣啊 那也是這樣子 可是他到底差別在哪裡 這邊就是在講 這個發心真的 就不可思議 好 所以他就舉了第二個例子 好 那 假使有人以一切樂據 供養十方 十阿森奇世界所有眾生 然後修十善 好 修十善 或者是教 去修禅 好 教住四禅 教四五亮星 教四五色定 好 或者是讓他正到出國 二國 三國 四國 這都可教 這有一套教學方法 好 是出國 怎麼修 修思念处 好 思念处呢 一旦開始修了 每一個人都在修思念处 他就會有人 正到出國 正到二國 正到三國 正到四國 這個 要修行啊 很多人 因為 自己的生活當中 有很多的困境 也有很多的 對於修行的渴望 他自然就會修 但是 要讓 其中的人啊 能夠 發菩提心 是不容易 所以 他是這邊 法會菩薩說 此人功德 比菩薩 初發心功德 百分不及一 百千萬分不及一 乃至幽波尼沙陀分 亦不及一 這些都不及 所以這裡呢 就特別凸顯出 初發心的功德 為什麼發心 這麼不一樣 為什麼會這麼不一樣 所以他下面就 就說 因為 一切諸佛 初發心實 我們要學 就學佛嘛 我們不學佛 我們都在看別人 尤其是 我們常常很喜歡 看身邊的人 有沒有 身邊的人 就沒修好 才會跟你 一起來輪回啊 我們就很喜歡看 哎呀 那個 那個師兄 怎麼不來了 那個師兄 怎麼搞的 那個師兄 怎麼樣 好 你去看身邊的人 好 甚至於你去看 啊 那個都沒學佛的 那就更不會發心 好 那甚至於你說 我來看這個師父好了 師父也 不一定成佛啊 所以有時候 你看到師父 啊 這個法師 好像也修得很不錯 但修得很不錯 裡面有缺點啊 這道場呢 修得這麼 好 這個修得這麼莊严 裡面組成的人 不是全部都成佛的啊 所以你要去挑毛病 每個地方都有毛病 挑一個人的毛病 很容易挑出來 因為我們都半斤八兩 差不多 但是當我們看到 大家都半斤八兩的時候 你會發心嗎 不會 你會說 原來學佛也不過如此 好 那這個不過如此呢 聽起來好像是 我們在批評佛教啊 批評修行人啊 批評可以 但是這個批評呢 對那個被批評的人來講 沒有影響 老師講是沒有影響 對誰有影響 對你發菩提心 有很大的影響 是不是 我們會因此而退失 發心 因為我們看錯對象 為什麼這麼多人 你偏偏就要去看一個 不發心的人 你為什麼不去看佛呢 是不是 我們如果看佛 我們早就不知道發什麼 最近有一個流行語什麼 我就甩他甩過幾條街 就意思就是 我已經超過大部分的人 那我們不看佛 我們去看身邊的人 所以造成自己很大的煩惱 造成很多的障礙 造成在這個世間 有很多很多的什麼 退道心的因緣出現 然後到最後呢 沒有發菩提心 所以為什麼要 送念這個華言經 你在念念念的過程 你會發現 菩薩在發心 他的教材 就是華言經 佛陀就是教 菩薩你發心 你不要去看 別人做什麼 也不要看 哎呀 眾生真的很可憐 你如果去送地藏經 你就會碰到什麼 這個地藏經裡面 裡面有很多鬼王 有沒有 你聽那個鬼王發言 鬼王會怎樣 抱怨 說我們很冤枉 我們要在這個世間 本來是要利益眾生 沒辦法 我本來要幫助他 結果他都在造惡業 我就幫不下去 是不是 你聽那個鬼王講話 你就知道 他之所以成為鬼王 就是有很多的無奈 可是你聽那個菩薩在講話 菩薩從來不會跟你說 哎呀眾生難度 我這個地方真的有夠拍到的 你那邊還好嗎 他不會這樣子 他不會跟你安慰 你聽到菩薩講就會說 哇 這個眾生都有佛性 我們都怎麼樣發心 他只有一直講發心 有些人就說 哎呀這都粉飾太平 你都不知民間疾苦 不是 因為他知道 這個世間的眾生 為什麼受苦 就是因為 沒有懂得自己去 好好的去發心 才會一直困在這個 現前的人我是非當中 哪個地方沒有是非 哪個地方沒有問題 哪個地方人心是 真正無私 大家都自私 可是你一直去看那個自私 你也不會比較好 我們就怎樣去看 眾生的佛性 眾生的發心 所以這就是佛陀 他告訴我們 你的觀念一定要 一開始就要先建立 如果你要看靠 你碰到誰 那在這個世界 你基本上碰不到發心的人 是不是 那你碰不到發心的人 他不會勸你發心 他只會告訴你 啊賣發心 還不是都差不多 是不是 他會說 你看你學佛 你學佛得到什麼 還不是跟我差不多 他看不出來有什麼差別 嘛 所以呢 你看 這個就是什麼 佛陀他講 一切諸佛出發心時 他一開始一定是怎樣 他不是只是為了這一些事情 他只有一個心態 就是 好 以上 這一些 如果你 你發現這個清單裡面 有你想要 修行的動機 那你就找到你發心 的理由 第一個 魏令如來 總性不斷顧 好 這個世間 啊有這麼亂 出家人也亂 在家菩薩 說是護法 口口聲聲 護法 結果呢 是不是這個媒體很會爆啊 說喔這個人學佛的 做了很多沒有良心的事情 好 那 沒有關係 你看到這些亂象 你說 這個世間需要 更多 如法修行的人 我們一定要 更精進 更用功 讓佛種不斷 好 你就是第一個發心 是不是 令如來 總性不斷顧 至少 讓所有的人 遇到自己的時候 他看到什麼叫做學佛 好 而不是 啊那他都那麼爛 啊他都那麼糟 啊這個世間 沒有修行人 然後自己呢 也不發心 就只有負責在那邊批評 這樣子沒有意義啊 是不是 批評到最後呢 大家就 就一起退到心而已 好 所以魏令如來 總性不斷顧 或者是 為衝遍一切世界顧 為杜脫一切世界眾生 好 那你如果 哎呀我可能沒有辦法 啊那麼厲害 但是 你說我想要了解這個世間 看清楚 我想要有智慧 也可以 好 為西之一切世界 成壞故 為西之一切世界中 眾生勾敬故 為西之一切世界 自信親近故 為西之一切眾生 心樂煩惱息氣故 我希望能夠讓自己 啊 什麼 智慧增長 智慧增長就是 對世間的道理 看得很清楚 好 好我們講一句話叫做 有沒有 好看得很透 看得很清楚 但是看得很透 看得很清楚呢 是在這個世間的 不管是一報也好 正報也好 你都能夠看得清清楚楚 好 那甚至於呢 哎 這件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你也知道來龍去脈 當你知道來龍去脈 因緣變化的時候 哎 你就能夠怎樣 能夠知道 怎麼樣去 用最好的方式 在這個世間 達到最大的效果 這是 這個是 因為你在 度眾生的過程中 我們常常 因為自己不知道 所以亂做一通 就是好心啊 做壞事 有沒有 我對你很好啊 結果呢 哎呦 就把這個人呢 掐死了 所以我們就是 因為沒有智慧 所以即使在做善事 有時候效果也很有限 所以這些就是 我們發菩提心的因緣 所以他說 發於無上菩提之心 前面是講 剛剛開始 你發心的時候 一定要很清楚 你的動機是什麼 你的目標是什麼 好 那目標 確定了 你所發的心 叫做無上 因為每 每一句 每一句 都可以讓你成佛 你只要 立定你的一個目標 就可以成佛 那你不發心 也是要過日子 發心 也是可以過日子 對不對 可是發心之後 他的效果 跟不發心 就會有不一樣的方向 好 所以這邊呢 就是為什麼說 哎 佛是這樣子來 來成就 他的菩提心的功德 那接下來呢 他就講了 哎 這個十一個批譽 這十一個批譽啊 大家可以看 他就是用這種功德 比較的方式 來讓我們知道 發菩提心 真的非常不可思議 但是 我們知道了之後 接下來 要怎樣 接下來就要把 這個發菩提心 要講清楚 我們前面只知道 很好很好很好 那 然後呢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就要開始講 說這個 殊勝的發心 他有什麼樣子的層次 有不同的層次喔 你發心前會怎麼樣 發心之後會怎麼樣 然後接下來會怎麼樣 他有層次 所以呢 這裡就是有五個段落來解釋 這個出發心 發心的層次 因為出發心非常重要 我們一開始如果 掌握對方向 你後面呢 就依據你這個方向 就一直修 就一直累積你的功德 累積你的善法 所以第一步 我們要釐清自己的發心 所以叫做戒心圓滿 戒心圓滿 他说 發了這一個心啊 會怎樣 第一個 你會能知 前祭 一切诸佛 使成正絕 及波涅槃 好 我們發了心 你就會問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修 那接下來怎麼修 我們有前例可循啊 好 前例是誰 前例就是以前的佛 都怎麼修 好 以前的佛都怎麼度眾生 以前的佛都怎麼成佛 好 所以你就開始會 能夠知道 知道叫 廣學多文 好 我們來學習佛法 佛法跟一般的宗教 很大的差別 就是佛經很豐富 留下很多的資產 所以你有時間呢 慢慢去深入經障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哎呦 佛陀很有智慧 好 他能夠說出這一段話 能夠這樣子看這個人 能夠用這樣子的生命歷程 好 在寫他自己的歷史 那我們來對照一下 你就會開始覺得 哦 即使你現在做不到 但是你至少在你的脑海當中 已經裝了一些佛的故事 好 所以有些人呢 很喜歡來聽佛法 因為佛陀有很多故事 是不是 那佛經裡面有很多的故事 但是有些人說 那這故事聽起來都很離譜 是不是 不可思議 為什麼有人砍手砍腳 然後手和腳都還會長出來 那一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有些人是這樣 但是 但是即使你 他聽了是不覺得不可能 他有沒有放進去 是不是 也有曾經有這樣子的不可能 有一天 如果他也經歷過 這種不可能的奇蹟的時候 他就更能夠去印證 原來是有可能 這個不可能是有可能發生的 只是我們自己在原來的生活環境當中 你只是照原有的步驟 一直不斷重複重複又重複 但是 有人跟你過不一樣的人生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對照組 所以剛開始呢 你雖然說 對於佛 有一些排斥 或者不能理解 但是 聽這尊佛也這樣子 那尊佛也這樣子 然後聽多了之後 你慢慢慢慢就會 從這種疑問當中 慢慢慢慢去理清 所以佛法的學習很有趣 它沒有一定的順序 沒有什麼初級班 中級班 高級班 沒有 它是在這個不同的人生的經歷當中 你去體會你自己的人生 然後在體會的過程 慢慢慢慢 有一些觀念 或者是有一些智慧 它會開始慢慢成熟 但是這個成熟呢 每一個人的步調 每一個人的角度都不一樣 那佛經它有時候呢 它在這個 呈現的過程中呢 不見得會在你期待的 那個經典當中得到答案 有時候是不經意的一句話 你說原來這是這個意思 原來那個是那個意思 是不是 所以怎麼去看呢 都有它的道理 所以以前有一個禪師 他在讀楞严經的時候 他開悟的因緣很特別 他是看錯 那個標點看錯 看錯什麼標點 叫知見立知 即無明本 知見無見 思及涅槃 這四句話 道理應該是這樣 知見立知 即無明本 知見無見 思及涅槃 經典應該要這樣讀 可是以前沒有標點嘛 那沒有標點的時候 他自己標啊 他就標什麼 知見立 知及無明本 知見無 見思及涅槃 開悟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都 很認真讀的 讀對的都沒有開悟 人家讀錯的都開悟 是不是 所以到底誰會開悟 重點是 你怎麼讀 不重要 好 你如果說 這個很拘謹的 就會說 你這樣怎麼可以開悟 重來 不可以 這樣看錯了也能開悟 結果人家已經開悟了 有什麼關係 所以只要能悟 什麼方法 都是好方法 不悟的時候 你即使覺得你已經 把整部經都背起來了 那部經也不會幫助你開悟 反而幫助你去吵架 也幫助我們 變成自己很傲慢 有沒有 以前那個周金剛就是這樣啊 哦 他那個金剛經多厲害啊 哦 解得很 很深耶 每天就扛著他的金剛經 到處去跟人家論法 是不是 結果人家呢 金剛經啊 六祖大師沒讀過 一下就開悟了 是不是 啊 他讀了這麼多 他也沒開悟 那金剛經裡面講什麼 要因無所住 而升其心 結果他每天扛著他的金剛經 是不是有所住 就執著那個經啊 執著我很厲害啊 哦 所以 其實這個佛法呢 這很有趣的是 他常常是在你不期待的時候 他突然會進來 可是 你要讓他有機會啊 是不是 那有機會就像我們說 發菩提心 不發菩提心 猶如羹田不下種 你在那邊耕耘 不見得會有收穫 哦 但是 你耕耘 耕耘 耕耘 只要你曾經有下了這個種子 他有時候呢 你也想要讓他長得 他長不出來 結果不長得竟然怎樣 結果就長出來了 所以人的心呢 意念很不可思議 孟三導的上喔 講過一個故事 他說以前喔 有一個人 他的背啊 長了一個膿 他背長一個膿啊 就在心臟那個位置 他慢慢慢慢就爛掉了 這膿就越來越爛 越來越爛 爛到最後呢 他的背啊 破了一個洞 可以從外面看到 那個心臟在跳 這麼嚴重耶 都一直不好 他的醫生說 怎麼再治下去 他哪一天 就真的會死亡 所以他說 這個病不會好 然後呢 他講說 你要注意哦 你這個身上 就一個窟窿 這個一個窟窿 已經很嚴重了 如果你的屁股 再多一個窟窿 你就不得了了 你一定會死 結果呢 他回去啊 就很擔心 他的屁股 會不會有一個窟窿啊 結果呢 擔心了三天 真的 有一個包 然後越來越緊張 那個包又化濃 然後那個又化濃了之後 他開始覺得很痛 然後他就去跟醫生說 怎麼辦 這邊真的化濃了耶 然後醫生就看一看說 沒關係啦 拿藥回去塗一塗 結果越塗越大洞 越塗越大洞 然後洞弄大了 整個晚上了 那個洞越來越大 就痛到不能睡覺 然後他就想 我快死了 我快死了 完蛋了 我完蛋了 對不對 好 那就過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那個屁股的洞很大了哦 他就 就哭上著臉 去跟他醫生說 醫生 我什麼時候會死 那個洞已經很大了 醫生跟他說 你不會死 為什麼 因為你心臟那個洞已經好了 肉長出來了 離心臟那麼近的洞都會好 你那個屁股離心臟那麼遠 有什麼好怕的 哈哈 所以呢 為什麼那個心臟的肉會長回來 因為他的注意力跑去哪裡 注意他的屁股 所以那個屁股都一直好不來 好不起來 可是那個心臟反得好了 所以你看你的心哦 真的是會把我們害死 每天都一直罵自己 有沒有 我們是不是每天一直罵自己 往昔所造 諸而業 我真的業障好重 旁邊這個 他就是我的冤情在主 所以每次啊 那個居士啊 他來寫那個 曹劍 冤情在主 那有一次了 有一個居士要寫冤情在主 冤情在主就是一個概念嘛 一個名詞 結果他在那個往生的地方呢 寫冤情在主某某某 我說 哎呦 啊這誰 他說這我公啊 他說 蛤 啊他不是我的冤情在主嗎 然後他把他全家通通寫起來 全家都是他的冤情在主 你每天都看著他 說你他是你的冤情在主 你的表情會好嗎 你的口氣會好嗎 是不是 他講什麼你就說 你看業障鬼 都是你啦 害我都不能修行 是不是 我都修得這麼好 我念佛念了兩萬聲 結果呢 你那個 就是在那邊唱那個什麼歌 唱那個歌 業障 哇 就每天就是都跟業障在一起 所以你的意念呢 就讓我們自己一直就在輪迴嘛 所以每天都要輪迴 每天都要輪迴 那如果呢 我們能夠怎樣 哎 每天就是看佛 佛陀做什麼 佛陀叫發菩提心 好 那我們一開始就能夠知道 一切佛都怎麼修行 是不是 我們就知道多一點佛 他怎麼修行 你才會學佛啊 我們都知道別人的業障有多深 你就一直學那個業障啊 你的心就一直就往那個障礙去 好 增加了很多的煩惱 所以呢 要能知 能信 還要能什麼 你看 他說 要有這幾個 能知前祭一切诸佛 就是以前的佛怎麼修行 能信後祭一切诸佛所有善根 能夠相信未來還有很多佛會成就 好 能知現在一切诸佛所有智慧 所以 對於前 對於現在的佛 你要能夠知道他們修什麼 能夠明白 當我們能知能信了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開始怎樣 能信 能受 能修 能得 能知 能證 能成就 能與諸佛平等一性 好 這邊就是 菩薩 能信 能受 能修 能得 能知 能證 能成就 能與諸佛平等一性 他有沒有強調一個字 叫做能 所以各位能不能發菩提心 能 能不能夠成佛 能 能不能夠信受佛法 能 你要知道你自己能 你才會願意讓自己去做 好 我們沒有問說你成佛了沒 沒有 我們只有問你能不能 你願不願意 好 所以當我們能的時候呢 他就講什麼 菩薩與佛智慧能信 叫做實性未成就 實性未 很簡單 你相信你自己能 我能去相信他 好 這就是實性 能受 我能夠接受佛陀所有的教導 這就是實助 我能夠修持一切的佛法 叫做實行 我能夠知道 一切的功德 乃至於一切的世間的所有的因緣 這叫實回向 我能夠 證明 菩薩是存在的 證明佛是可以成就的 這叫實地 好 我能夠 就盡解脱 好 是結因嘛 好 我能夠 修了一切善法 与佛平等 這是 果滿 所以 這邊呢 就是 告訴我們說 發菩提心呢 你具備有什麼 能信 能受 能修 能得 能知 能證 能成就 能與諸佛平等 每一個人都會遇到障礙 每一個人都會遇到難解之境 但是你遇到障礙的時候 你覺得你自己是有能力去處理的時候 你的心態就跟受苦受难是不一樣的 你就變成救苦救难 解決問題 所以解決問題的能力 就是我們現在 修行人 要學習的 但是你要解決 要靠經驗 還沒有解決之前 靠發願 你要先相信你自己能解決啊 否則我遇到問題就先 啊 我沒辦法 是不是 輪迴多麼嚴重啊 哎呀 我們無力抗拒 我們對這個人 啊 我沒辦法 是不是 沒辦法 你就會受苦 被這個境界困住 你沒辦法轉境 你就被他苦惱 好 你沒有辦法改變這個環境 所以你只好被這個環境限制 但是我們發現這世界可以由我們自己的心去轉化 那你就開始呢建立修行的信心 所以在這個實柱形啊 出發心之後 他就能夠讓菩薩具備能成佛的能力 所以為什麼出發心不簡單 當我們發的菩提心 你就可以讓自己一步一步走到成佛 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所以發菩提心 就是我們先決要件 這是最重要的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看 好 這個出發心功德品後面還講 發心之後的好處 來 這一段在 我們剛才講的 這一段 在420頁 剛才我們講 就是 前面 前面是11個批喻 前欲顯大興之 這廣大 現在呢是要講 色德深圣嘛 所以其實是要勸大家 要來發菩提心 前面是講說 欸 這功德很大很大 但是 欸 為什麼很大 那 接下來 你如果發心之後 你就會有什麼樣子的 自我的一個成就 自我的成就 所以呢 他就講說 發誓心意 然後你發了心意開始呢 就會發現 欸 你的智慧增長 這個修行的過程 大家應該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沒有修行前 可能 人生 怎麼樣過 都好像 朦朦朧朧朧當中 欸 常常有一種什麼明明中 自有定數 或者是有一些奇妙的因緣 他在出現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 不知其所以然 但是 發心之後 來學佛之後呢 你會發現很多的 驚奇 這個驚奇不只是 你原來是生活當中的滿足 還有很多 你原來 從來不知道自己可以 有這樣子的智慧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 有一個居士 他說 師父 我覺得我學佛之後 變比較聰明 何以見得 以前喔 我先生罵我 我都點點不知道要講什麼 都回 沒辦法回這樣 現在呢 突然覺得 他好像講的也沒有很有道理 然後呢 欸 竟然還可以喔 跟他坐下來好好談 還談得上話 有時候呢 以前這個朋友呢 遇到了挫折 你只能說 哎呀 真的是好可憐喔 好慘喔 現在呢 還會叫他做什麼 哦 你就念經啊 你就拜佛 來聽聽佛法了 哎 我跟你說 有一個師父喔 他講話很好笑 來給你看 是不是 你有一點方法呢 可以去幫助別人 即使你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效 但是至少開始有方法 有沒有 所以呢 這個就是佛法喔 很特別的地方 佛法是一套方法 什麼方法 讓我們離苦得乐的方法 讓我們可以覺悟的方法 讓我們可以更好的方法 好 就是這些方法 只是這個方法呢 很多人在 啊 就是突然之間遇到變故的時候 或遇到境界的時候 不知從何下手 好 是心亂掉了 不會做 好 那所以我們平常呢 就是學這些方法 好 所以能知前祭一切諸佛 始成正絕即波涅盤 能信后祭一切諸佛所有善根 能知現在一切諸佛所有智慧 好 比諸佛所有功德 好 所以能夠知道 好 能夠知道 好 那 開始慢慢的 這個智慧增長了之後啊 你會 欸 開始有能力 好 有能力 好 那這個能力呢 本來就已經 存在我們的 好 這是自己自信當中啦 只是 只是我們沒有去用它 也沒機會用它 是不是 有時候我們的生活就很簡單 好 在一個圈圈裡面 能用 能用心喔 通常都比較 沒有特別的什麼事情 用不了心 所以我們就 很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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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復一日的就這樣過日子 那過日子呢 用平常的習慣就可以應付 好 那 沒有習慣解決問題 等到真的有問題 你突然會不知道怎麼應付 是不是 所以有的人就是 欸 他要在什麼時候 開始 發現自己有成長 就要在挫折 要嘛就是 突然生病了 或者是家人突然有什麼事情 或者是自己 遇到了什麼樣子的考驗 這時候呢 你才會開始發現 哎呀 自己有很多的不足 可是如果平常你就是在學習佛法 你的這個內心能力 或者是自己觀照的能力 都有在習慣性的去 去分析 乃至於去思維 或者是去運用 或者是去體驗 不管你用什麼方式學佛 你有持續的在接觸 你解決問題的能力會漸漸在提升當中 只是你不知道 好 所以我們常說叫練功嘛 好 這練功 那練功就是一種修煉 一種修行 那慈菩薩呢 能信能受 能修能得 能知能證 能成就 能與諸佛平等一性 但是重點 你要能 他的前提 就是要發菩提心嘛 好 那如果不發菩提心 我們根本沒有機會 去信什麼 去受什麼 好 所以我們就沒有那個啟發的能力 去看到自己的潛能 所以我們真正的要發菩提心呢 其實就是 這個 每一個人 你在引發你自己內在的 原來的潛力的時候 你慢慢的越來越認識自己 那越來越認識這個世界 越來越覺得自己的心量 心境 不同於過去 好 那 那如果呢 你有這樣子的一個心境 然后表示 你真正的 在這個發菩提心 這件事情上呢 有一點點的 抓到了 訣竅 好 抓到這個訣竅 所以他這裡呢 是對應 實性 實住 實行 實回向 實地 好 或者是 成佛之因 成佛之果 所以到最後呢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層次出來 好 所以說 與佛能正所正 平等 無二故 因為呢 能在這個實住位 發菩提心就已經具備有 實性實住 實行實回向道 佛的因 佛的果 等絕妙絕 那 而且 而且與佛平等 無二 因此 在這個地方 前面這個法會菩薩 講的 出發心 集成 正絕 的 這一個答案呢 就 在這裡呢 回應了 天地師的問題 天地師他問什麼 他問說 欸 功德 為什麼出發心的功德 這麼大 好 因為他是 懷疑 前面 這一品嘛 好 前面那一品是什麼 就是 出發心 集成 正絕 正絕 的這一句 這個 第四天啊 好 就是道立天的天主 他就 懷疑啊 為什麼出發心 集成 正絕 我都還沒開始修 我也沒做什麼 為什麼 我就等同於佛 好 他說 從發心這件事情 這個菩提心到成佛 佛也是這樣子的心 所以 眾生 也有這個心 佛也有這個心 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的心體是無二 好 平等 好 所以 眾生 即是佛 佛 即是眾生 心佛 眾生 等無差別 可是就 向上 表現上 說話上 我們跟佛差很多 是不是 佛陀怎麼想 他都是正確的角度 我們怎麼想 就是歪的 有沒有 佛陀怎麼說話 他都是圓滿無愛的 我們怎麼說 都會被人家誤會 扭曲 是不是 好 那 兩個人 來 學佛 好 我就說 哎呀 這某某居士啊 你好發心喔 啊 這樣發心沒有錯嘛 對不對 哦 啊 那另外一個就在 想歪啊 他怎麼想歪 師父只有稱讚他很發心 那意思就是我不發心 是不是 哦 那你要跟他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他就說 那你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沒講 哦 他說哦 那你也很發心 他說 哎 那是你比較發心 還是我比較發心 又要比 是不是 我們常常呢 就有那很無聊的對話 對不對 像那個 那個 哎 這個網路上有一個 對話呢 每次都問說 如果我跟你媽 吊到水裡 你要先救誰 有沒有 好 這千古難題呀 你都不能回答咧 啊你不回答也不對 是不是 你不回答也不對啊 所以呢 哎 就有一個人呢 他很厲害 他說 老公 如果我跟你媽 吊到水裡 你會先救誰 好 你愛我嗎 是不是 好 那老公就回答說 老婆你愛我嗎 老婆說 我愛呀 好 愛我就不要問這個問題 是不是 好 那我不愛你了 不愛你 不愛我 那我為什麼要救你 是不是 他們對話很神奇嘛 哎 如果 我們 常常說 你 這個 你還對我好 你要有所表示 可是你對我好 有時候呢 就對別人不好 那你要怎麼樣表達 才不會讓人家 誤解 佛就很厲害 佛是什麼 見人 說人話 見鬼 說鬼話 而且他同時 然後別人還不知道 有沒有 是不是 所以最厲害的 就是這一個 所以我們說 這個道立天公 在這個地方 道立天公 法會菩薩在說法 同時 每一個地方 都有法會菩薩 有沒有 然後每一個法會菩薩都覺得 他就是代表佛 佛都在為他開示 有沒有 這是不是最厲害 那我們呢 哎呀 對這個人說 不小心對那個人 就說到這個 前一個人 常常錯亂 常常說 我到底有沒有跟你說過這句話 好像我有跟他講 沒有跟你講 最後的講不對 全部都在一起 牛頭不對 麻嘴 所以我們的頭腦 是很有限 為什麼 因為沒有發菩提心 沒有發菩提心 就是我們想到的 都是我們自己的經驗 我的感覺 我們為什麼要發菩提心 就是要破除 我們原來的狭隘的我見 所以金剛經裡面講 金剛經 佛陀 對這個虛菩提 講說雲和陰柱 雲和降伏其心 他一開始呢 說我們要降伏自己的心 一定要用發菩提心的角度 你才有辦法降伏 所以發菩提心的角度是什麼 第一個 你碰到 所有一切眾生 你的念頭 不是我嘛 你的念頭就是先怎樣 我皆另入無於涅槃 我先想到對方 我看到你的第一個念頭 我希望你離苦得樂 我皆另入無於涅槃 而滅肚之 我的念頭第一個先想到你的 離苦得樂 你就沒有我像 我們會覺得有我 我受傷 我難過 他看不起我 他對我不好 那就是因為你的第一個念頭 就先想到我嘛 但是如果你的念頭先想到他人 這時候你有沒有我 其實有 但是你不執著 在這個心念當中呢 你的心量已經開始在 擴大 如是滅度 無量 無邊 無數眾生 是不是 當我對這個人可以這樣 表示你對他人也能這樣 我對一個人能慈悲 我對所有的人也能慈悲 但是當我們考慮到 我的好跟壞 我的感覺的時候 你很難對你不喜歡的人慈悲 很難 因為你就沒有辦法 用一切眾生來看待這個人 而是用我的想法來看待這個人 是不是 我的朋友 我當然兩肋插刀 那我的仇人呢 你試試看 你等著瞧 是不是 好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沒有辦法 讓自己的心達到平等 就被這個我向束縛 那發菩提心了之後呢 欸 我們看到的是佛嘛 我們能夠知道佛的功德 發菩提心的功德 當我們的心量 好 是只有什麼 啊 只有一桶水 只有一杯水 你要分半杯 分半桶出去 你心裡面會捨不得嘛 因為你很小 可是當我們的心向大海 啊 要咬自動去咬是不是 好 你要把大海咬乾 我也隨你 為什麼 因為你的心量已經無邊了 所以別人怎麼樣去占你便宜 你都不會覺得是占便宜 因為我能給嘛 能給 好 能給就是一個什麼 能夠讓自己的心 產生 欸 轉化一切業障的能力 但是那個能力從哪裡來 從我們的自信功德 我們藉由發菩提心 把它引發出來 好 那這個很抽象啊 所以佛陀他就教我們啊 你遇到 你要怎麼 確定你有發菩提心 你就遇到一切眾生 你就可以開始練習 是不是 見到一切眾生 我就要心裡面發願 我要度一切眾生 我希望他離苦得樂 好 所以下一次呢 有一個人 好 臉很臭 凶神惡煞走過來 以前呢 你一看 這個可能要過來罵我的 馬上防衛之事 你來幹什麼 是不是 好 但是呢 現在我的心是這樣 哎呀 你在 你心裡面在煩惱 我能為你做什麼 我能夠幫助你做什麼 這個念頭一出來 對方的煩惱 不會跟你對應 有可能會轉化彼此之間 好 相對頭的這種情境 但是這是不容易啊 因為我們通常為了保護我 看到有人要來傷害我 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先怎樣 先攻擊以免自己受傷 好 那這叫做冤冤相報 好 冤冤相報呢 就沒有了 但是如果冤來了 我是用什麼 渡化的角度去看他 好 去轉化他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站在這個主導的位置 好 所以這次菩薩講能性嘛 你要能夠相信什麼 相信自己具備有轉進的能力 相信自己具有度眾生的能力 相信自己具有改變環境的能力 這時候你開始就會廣學一切法 所以菩薩要修行 他一定要先 你看這佛陀最厲害 就是先發菩提心 先發菩提心之後呢 只要這個人發菩提心 佛就不用管他了 他自己就會開始去修行 不發菩提心的人 佛就要一直叫 誒 要誦經的 誒 要度這個眾生 誒 你要慈悲 一直叫 所以最聰明的就是 讓這個人發菩提心 發了菩提心 他自己就會 啊 我要成佛 那接下來 我要做什麼 我要怎麼做 好 所以在扔眼睛裡面 剛開始 阿難沒有發菩提心嘛 好 所以他遇到這個摩登前女 就哇 被牽著鼻子走啊 好 為什麼 誒 因為他不知道他自己 為什麼要修行 就是善根啊 看到佛很莊严 我也要來像佛一樣 想得很單純 結果修行修修修 修到 誒 修到呢 遇到摩登前女 他才發現原來自己功夫不太夠 那不太夠呢 剛開始呢 他都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佛陀是一直問他問題 好 所以我們如果仔細看 這個任言經 佛陀就一直問他 你當初是什麼發心 你為什麼會來修行 有沒有 當初發心 與我法中見合身相 你為什麼要發心 你日子過得好好的 就像那個 他說 神愛你啊 你為什麼想不開 然後呢 要跑來修行 是不是 你這個日子過得好好的 你幹嘛 你為什麼要發心 你發心有什麼好處 好 那所以 他就問 問到最後呢 他真正的明白 他自己的心的時候啊 開始後面都是換阿難一直問 他接下來我要怎麼做 我能夠怎麼修 哪一個法門最適合我 就開始他追著佛陀問了 所以你還沒有發心之前 我们根本沒有問題可問 發心之後呢 你就有很多問題 佛經你就看得懂 因為佛經就給那個發心的人 看的那個指導手册嘛 所以我現在我要學佛 我要成佛 那接下來呢 好 所以我們是要請求 佛陀開示 而不是像有些人說 師父 我找你聊聊 沒什麼好聊的 聊天 沒有什麼好聊天 因為聊天 天的事情跟我們無關 通常都嘛是聊八卦 所以聊了八卦呢 聊完了 你只是增加一點 一個染污的知識 是不是 所以我們常常說 欸 真的很不划算耶 我們上課的時候呢 師父在講佛經對不對 下課的時候呢 我要換你們聽 換師父聽大家的 婆婆媽媽經 有沒有 那一個人要來講他的故事 講了兩個小時 那我這樣算起來好像不太划算 是不是 我跟大家講了一個半小時的佛經 兩個小時的佛經 然後我就要 必須要交換 我的生命去聽你兩個小時的 這個都講一些不太好的 有沒有 那講不好的呢 其實對我們的人生 你只是一直重複你的悲慘 到最後你真的會變得很悲慘 所以我們與其呢 我們一直去演那個悲劇的 女主角男主角 不如怎樣 哎呀 我們就 這個看不懂的 好 那就怎麼辦 華言經呢 就給他唸 唸一遍 兩遍 三遍 百遍 奇異自通 這華言經很神奇耶 因為華言經它不是用我們的理解 能夠懂的 我們的理解 我們的腦子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種子啊 是不是 我們 我們原來的經驗當中 沒有華言經的這種經驗啊 華言經都在天空飛來飛去耶 我們哪有這個經驗 是不是 它就是不可思議 神妙境界 那就是因為它是不可思議 所以我們要讓自己變得不可思議 必須要怎樣 先把我們平常喜歡思考的 那一個腦子先暫時放掉 我們平常的思考是用我們 從小到大被訓練出來的 好 人 人世間的 這種邏輯性的思考模式 好 所謂的合理 其實只是合自己的理啊 合所謂專家學者的理啊 並沒有合佛陀的理 好 所以我們有一個君士 他說 哎呀 師父 我讀華言經我都很懂 為什麼 因為我以前讀那個量子力學 一跟這個華言經的內容配合 哎呀 太厲害了 佛陀講的就是在講這個世界 它就是符合科學的世界 但是科學現在發展到量子 量子力學的這個概念呢 它還能夠再進步 是不是 以後還會有更完整的體系出來 能觀測的還是很有限 佛的世界呢 是無限的 那他怎麼做到 他也不是科學家啊 他也不是因為去讀了量子力學 然後他就告訴大家說 這個世界是長這樣 那佛怎麼去了知這個世界 怎麼能夠了知之後 他又願意告訴大家說 我們是平等的 是不是 通常掌握 哎 這個稀有知識的人 通常都要當王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古時候 這個知識是掌握在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為什麼要讀書 因為他這樣可以精釋致名 他可以成為國家的領導人 那現在呢 大家都有知識 所以叫做以民為主 民主嘛 是不是 大家都一樣 所以已經沒有差別了 可是這個民主之後 有沒有比較平等 也不見得 反而生出更多的問題來 那佛陀呢 他知道了這麼多 知道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 但是他的心中 他竟然說 人人皆可 成佛 他可以讓大家都能夠 探究這個宇宙的奧秘 而且他告訴大家說 其實這個答案 這些事情 這些秘密都在我們自己的心裡 只是你沒有去探究它 你沒有去發現它 你沒有讓自己變得更有智慧 那這個方法怎麼做 叫做發菩提心 所以那個上次跟大家講 那個比爾蓋茲 他看了 這個去年 看了六本書 他覺得推薦了六本好看的書 那好看的書呢 就當然要看一下這個 聰明的人都在看什麼書 對不對 其中呢 有一本啊 就是上次跟大家講過 他是在NASA發明機器人 那個機器人專家 他出的第一本書 就是把全世界在網路上 問的這個七型八怪的問題 然後他怎麼回答的 把他結集成册 叫做What if 他說 他是用這個數學的角度 去看這個世界 那第二本書呢 就是呢 他說 他在這個序裡面 他說 這個世界啊 所謂的專家 都很喜歡用那個 Big Word 來解釋事情 什麼叫Big Word 就是很複雜的概念 艱深的詞句 那以前他也很喜歡 用這種艱色的詞句 來解釋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要讓人家 覺得他是專家 都講一些人家聽了沒有的 是不是 所以像我們學佛也是這樣 師父 你講得很好 可是我都聽不懂 是不是 這個才厲害 對不對 要講到讓人家 都聽不懂 這個最厲害 因為我們一般都是這樣 所以要講 非空非友 異空亦友 身佛不二 眾生平等 然後就 就把他講完了之後 大家就覺得 嗯 收穫很多 然後自己呢 也有什麼 自我感良好 哇 夠厲害 自己都聽不懂的話 竟然能夠講那麼久 這樣喔 好 那這是什麼 這專家就有這種習性 學者就有這樣子的想法 那這個作者呢 他說 他覺得喔 這樣不見得是真的專家 你只是在賣弄自己的知識 所以他出的這第二本書 他說他要把所有的這個Big Words拿掉 他要用很簡單的 他說中學生 中學生就學會 就會的一百個 一千個單字裡面 他要用這一千個單字 來寫他第二本書 好 那我當初呢 為什麼買這本書 就是因為他講 一千個單字 那太簡單了 那這樣子我的程度 一定看得很有成就感 對不對 好 真的 他裡面的字啊 都是簡單的字 他不跟你寫 那個專有名詞 那這是什麼 這就是六祖大師的境界 六祖大師 他講佛法 他不用什麼佛性啦 菩提啦 非空非游 不用很堅塞的名字 可是你一聽就明白 有沒有 白居易是不是也是這樣 他寫的詩要讓小朋友看得懂 讓老太太看得懂 一聽就明白 一聽就明白的道理 你知我知 雖然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它會引起共鳴 引起共鳴 其實佛法就是 為什麼引起共鳴 因為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佛法 都有覺悟之法 那引起共鳴 就可以形成一個 共同的一種修行的氛圍 如果這個世界 這個人發菩提心 我也發菩提心 我們兩個發菩提心的人 講起話來 才會相對應 好 那所以有些人說 哎呀 學佛好孤獨哦 那為什麼你會造成 自己很孤獨 因為你已經佛言佛語到別人都沒辦法跟你溝通 也都聽不懂你在講什麼的時候 你當然會孤獨啊 是不是 因為很難找得到 跟你可以講得上話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說 在這個修行的過程 佛陀他叫 叫我們發菩提心 因為這是共同的 我們每一個人內在的渴求 然後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到的事情 他不是專家才能夠做到 他是眾生皆有佛性 眾生皆當成佛 只要啟發了他的自覺 他就可以呢 發菩提心 所以成佛他不是名詞 他也不是一個什麼至高無上的境界 就是讓我們發現自己的心 可以能夠一直透過自己的能知能覺 去感知這個世界 然後在這個世界當中呢 哎 減少障礙 那這個障礙其實就是我們形成的 啊 這自我意識啊 色受想行事 那這色受想行事 他在這個轉化的過程當中 並不是要去什麼 照見五韻皆空啦 我一定要把自己給打壓啦 不是這樣子 而是讓我們知道 其實心本來就是非常寬廣的 什麼人都能夠發菩提心 這時候你對每一個人就不會有看法 如果每一個人都有發菩提心的因緣 我們看待他只是找適合他發心的因緣 而不會產生我喜歡他我才要幫助他 我不喜歡他我就想辦法讓他痛苦 你就不會有這種計較的心 所以這邊呢 其實他在講說 哎 為什麼佛能正所正平等無二呢 因為 因為他這個前面就講說 發菩提心的之後呢 你到最後你會發現 你跟佛一樣的想法 你成佛 也是因為這個觀念 成佛之後 還是這個觀念 所以你還沒成佛之前 你的這個觀念 是在你成佛之後 一樣能夠實行 好有些人說 哎呀那個換一個位置就換一個腦袋 好成佛不用換腦袋 就用你原來這個出發心這個腦袋就可以了 好是我們原來是眾生 眾生憑什麼成佛 眾生因為跟佛有一樣的心 所以你可以成佛 所以在佛的眼中呢 每一個人都可以 好所以下面呢就講真是所以嘛 所以何以故 他是說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可以平等 為什麼出發心即成正訣 好下面呢就講說 因為 初發心即成正訣的概念 就因為 這個菩薩呢 他怎麼樣發心 不斷一切如來種性 故發心 是不是又回應到前面 你為什麼發心 因為 我要怎樣 我要延續如來種性 我們每一個人都播種 還沒有成熟 是不是有希望 有希望 那如果這個世界上有多一點可以成佛的種子 是不是又更有希望 所以一個人發心 一個人播種 一個人發心之後他會影響十個人 這十個人發心就十個人播種 十個人發心再影響再十個人就百個人 所以他就變成一種網路 變成一種網路 所以這是 我們常常講說 這是最早的直銷有沒有 一個勸 三個 三個勸 九個 九個勸 這是什麼 百個 千個 但是 如果你沒有去播這個種 你永遠都沒有這個因緣去發現自己有影響他人的能力 是不是 那即使你度半天只度一個 那是不是也是度 好 比沒有 還要好 那我們沒有播種 我們永遠都沒有機會去發現自己有播種的能力 所以吃菩薩會不斷嘛 不斷要怎麼辦 只要還有 還有這麼一個人 發菩提心 這個世界呢 佛法就不會斷 所以各位要 為了 為了要讓佛法不要斷在我們這個時代呀 你看 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厄運 在中國呢 有什麼 三五一宗 三五一宗 這幾個皇帝啊 他掌握大權 看佛教不順眼就是要把所有的佛法都破壞掉了 破壞掉了 可是有沒有被破壞 哎 在實質上好像經典被燒掉 實質上好像這個 呃 這個什麼 這個廟宇被充公 好 實質上呢 有很多法師被勒令還俗 看起來好像 哎 表面上佛教都斷了 可是 菩提心有沒有辦法被毀滅 菩提心沒有被毀滅 所以有很多 啊 這種 過去的高僧大德 他在這個亂世當中呢 哎 他先避難 好 或者是他還俗 好 或者是呢 他哎 被迫 下放 劳改 好 是像那個孟参老和尚啊 35歲的時候 哎 就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把他關在牢獄當中 關了34年 出來的時候呢 已經啊 怎樣 69歲了 還要不要弘法 好 他如果不知道自己可以活到103歲 就想 哎呀 69歲能幹嘛 是不是一般人是這樣啊 你看我問大家 哎 要不要出家 師父 我已經60幾歲了 能幹嘛 是不是 大家的想法說 師父我太老了 自己第一句話就先說太老了 有沒有 好 有人要收 已經要趕快感恩替零 趕快跑來了 竟然還說 哎呦 師父不行了 好 自己自我拒絕對不對 好 是 那你其實 你到60歲 這個社會 這個家庭 你夠了 老實講 夠了 要為自己 想想 你看我又在招生了 好 老實是這樣 事實上是這樣啊 我們不知道你自己活 如果你 你今天發現 你可以活到110歲 那你還有 時間還很長呢 是不是 還有30年 50年 60年 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 但是我們常常就說 不行 我已經老了 我這輩子應該毀了 所以我們都看以前嘛 以前的確毀的不像樣 不是 所以都已經差不多 可是呢 哎呀 孩子這麼大了 你說要 不行啊 要幫他顧孫子 開什麼玩笑 你當初 當初你自己在顧孩子的時候 誰幫你顧孫子 還不是一樣 是不是 就是 所以 人都有能力自我照護 家庭責任 敬得差不多 你看 我可能到時候要接受很多申訴 對不對 好 你看 道業上 因為 佛法是這樣 如果越多人發菩提心 他會越興盛 越興盛 這個世界 就越多人接觸到佛法 越多人接觸到佛法 就越有機會 可以怎樣 播種 如來種姓 真的是不斷 各位 人模人樣的 都趕快要去發心 是不是 不要想說 哎呀 師父我下輩子 那個下輩子的 我們不要等你的 那個衰 還要下輩子 還要被你們找到 是不是 所以 發菩提心是這樣 很簡單啊 好 那我們說 這個能不能夠出家 是一個 我們常說是 是一個機會 這個叫做專修 不能出家呢 也能夠發菩提心 可是發菩提心 發到最後呢 你其實你會發現 你的人生當中啊 你處處都是道場 所以 處處都像出家一樣在修行 可是還沒有 發菩提心之前 出家跟在家真的差很多 出家之後呢 真的就是很多環境 很多的人 他會來教導你 讓你知道 你一定要發 菩提心 這是 這是師父 出家 這麼多年 是非常感恩 這些所有的一些眾生 但是 如果你沒有出家 我們一輩子都不知道 為什麼要發 菩提心 所以看到這一段呢 就是 哎呀 原來哦 菩薩他為什麼能夠 發 菩提心 無有疲厭 其實因為 這是佛陀 直接告訴我們 成佛的捷徑 最快的就是這個 當我們能夠這樣子去發的時候呢 你修行 事半功倍 要不然 各位 我們每次都用最笨的方法修行 什麼叫最笨方法 就是一直在生活中 被折磨到不行了 只好修行 是不是 那如果有聰明的方法修行 你不但不要被折磨 還可以反過來折磨別人 哦 是不是 那你是發心了之後 你能折磨的很有限 你不是用那種性格去折磨 也不是用那種 习氣去折磨 是不是 有時候人磨人哦 真是很可怕 所以他的個性 你跟他相處 哦 他就非常難伺候 好 所以我們有個居士說 師父 哎 我那個哦 我先生哦 退休前哦 我覺得哦 折磨我的是我婆婆 然後那個婆婆哦 他以前想說 哎呀 我這輩子應該就剩下這個功課 結果沒想到哦 婆婆往生之後 就出現第二個折磨他的 就是他先生 然後我說真正厲害的在後面 對不對 好 他說奇怪 為什麼以前婆婆在的時候呢 先生覺得 哎 覺得先生很好 啊為什麼婆婆不在之後 先生變得那麼 那麼難伺候 哦 有很多原因 他就自我分析啊 哦 第一個 他的年紀已經到婆婆那個年紀 哦 所以到老的那個年紀開始有一點習氣 哦 第二個 啊 退休 退休之後 以前的經歷都在事業 回來之後那個經歷通通通都在家裡 哦 所以那個原來的那種相處上的時間變長了 有些習性呢 就會出現 每天都大眼瞪小眼是不是 好 那第三個呢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心哦 在這個人生的過程當中他以為境界是在某個人身上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心上 所以方向錯誤你就會永遠都會出現一個提婆達多一個假想敵來折磨你 是不是所以呢我們要知道哎為什麼佛教我們要發菩提心就是讓我們的最好的那個自我啊 能夠出現 讓他出現了之後呢你的力量你的能量源源不絕的時候啊 當你越有能力的時候你遇到這些境界的這叫做挫折的容忍度 好鍛鍊的這種這種能力你就抗壓性就有 可是當我們的心性心力很弱的時候 烏漏偏逢連夜雨的時候你再任何一句話都不堪一擊 是不是好所以呢我們要讓自己的心充滿正能量 那就要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那怎麼做 那就發怨啊 佛陀發什麼怨我們就跟著發 所以我們供養三尊佛有沒有供養地藏王菩薩叫地獄不空是不成佛 啊沒有辦法發這麼大的怨那就發觀世音菩薩的怨 好怨我恕之一切法怨我能夠怎樣啊 恕正無為道啊怨我能夠廣度一切眾生 好那如果還是不行那就發藥師佛的怨 那每一尊佛你就都去發要不然就發普賢十大怨 是每一尊菩薩每一尊佛他都有很多怨可以讓我們去發怨 好那還是不行那你就念华严經 华严經裡面都一直在教我們從各種不同的角度 叫我們就是發這個怨 好141個當怨眾生一定可以找得到一個你還可以的 是不是好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發怨 那慢慢的我們就養成習慣讓自己的心就開始呢 有這種力量來好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好這觸發性功德品他講的其實就是這個觀念好 好那我們今天呢就先到這邊啊 下禮拜我們來看後面的部分 來大眾請起立 願我無敵意無危險 願我無精神的痛苦 願我無身體的痛苦 願我保持快樂 願我的父母親我的導師親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無敵意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在這四院的所有修禪者 無敵意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在這四院的比丘 比丘尼沙咪沙咪尼 善男子善女人 無敵意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我們四字句的不施主 無敵意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我們的護法神 在這四院的在這住所的 在這範圍的 願所有的護法神 無敵意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無一切眾生 一切活著的眾生 一切有形體的眾生 一切有名相的眾生 一切有身軀的眾生 所有聖者 所有非聖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類 所有苦道中的眾生 無敵意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一切眾生脫離痛苦 願他們不失去 以正當途徑所獲取的一切 願他們依據 這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天眾 下至苦道中的眾生 在三界的眾生 所有在陸地生存的眾生 願他們無精神的痛苦無敵意 願他們無身體的痛苦無危險 天眾下至苦道中的眾生 在三界的眾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眾生 願他們無精神的痛苦無敵意 願他們無身體的痛苦無危險 上至最高的天眾 下至苦道中的眾生 在三界的眾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眾生 願他們無精神的痛苦無敵意 願他們無身體的痛苦無危險 回向功德 願此功德 眾善根 賴是冤親 同真人 由私解脫諸苦惱 共振菩提度有情